上帝或许关了一扇门,但是还有一扇窗为你打开。英国一名男子的Vid Adams近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惨被公司裁员,真的摔到了谷底,不过没想到竟然突然就风水轮流转,幸运营的英镑100万元,约549.4万令吉,头奖直接回到了巅峰。 据悉,David的兄弟近日来因为冠状病毒丧失性命,没过多久对方的妻子也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。 后来,他的公司也因为这场疫情撑不下去,最终惨被公司裁员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更加令他感到崩溃的是,苍天也没有饶过他的妻子Shelley,最终也被诊断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,不得工作,指 能在家修养。 他领奖的时候说,许多人可能认为被裁员已经是最坏的消息,但其实这只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困难中的最后一根稻草,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时期,但无论发生什么。 是,一家人都团结在一起并努力保持微笑。 妻子Shelley则表示,丈夫平时有固定买乐透的习惯,并且每次都是使用惯用数字,第一时间被通知钟头讲时还以为对方在开玩笑。 直到自己亲眼看到数字才确认是真的。 现在David则称目前还没有计划未来要怎么用钱,有可能会把开很多年的老爷车换掉,等到疫情状况允许时也很想出国旅行。 萱绿事务并不想要是因为我们其他人的老爷车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